警方一再地宣导喝酒不开车 不过还是有人以身试法 来看到台九县玉里镇的酸肝浩制灯路口 在上午一名黄姓自小客车的驾驶 因为酒驾而开到了对象车道 也造成对象停等红绿灯的机车骑士 闪避不及被撞上 那么后座的乘客也受伤送医 而警方是依照这个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卡在扭着西护栏上的深色至小客车四轮朝天 坐车车身还压在摆设重机上 闪避不及而被撞上的机车骑士与后座乘客分别受伤 经消防救护员处置后随即送医 无辜遭到波及的黄姓机车骑士表示 与女友共乘机车从台北来华东游玩 一早在这个路口停等红绿灯时 不慎被从对向车道迎面冲来的这一部深色至小客车撞上 而对于整个事发经过仍余计有诚 我停那个黄绿灯等 它就直接从对面直接这样冲过来 恐怖的要闪 要闪也闪不掉 因为看到它冲过来我有往前想要闪一点闪不掉 现场处理的远警对双方驾驶失于酒侧 发现至小客车驾驶明显有酒精反应 喝醉还上路的黄姓自小客车驾驶酒驾酿 事故发生后 则安静地坐在纽泽西护栏上一脸自责 回不当初 我撞了 我酒驾撞了 你去哪里啊 回家 这一起车祸事故是发生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 地点是在车水马龙的台九县玉璃酸干段 耗着灯入口 根据警方调查 56岁的黄姓自小客车驾驶 上午喝酒开车行进盖路段 疑似不申酒力开刀对向车道 插撞到了停等红绿灯的黄姓骑士与乘客 造成双方车损 机车骑士与乘客受伤 警方依A2事故处理以及酒驾公围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 订阅